中华典籍 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环 中华传统文化百步经典 临选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百步经典 萃取精华赋予新意 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 让晦涩的文言文变得通俗易懂 让经典的生命力不断绵延 中华传统文化百步经典 上书就是其中一步 上书最早称书 西汉开始称上书 宋代开始称书经 上书的作者是史官 主要记录上古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 为正史资料汇编 被誉为正书之祖史书之源 上书以识为序 根据朝代编辑片幕内容 以此称为余书、夏书、商书和周书 自汉以来 上书一直被视为政治哲学经典 是儒家五经之一 上书不少篇幕名称 包括了称为点、谋、训、告、事、命的文体类别 如谣点、大禹谋、依训、康告、干事、月命等 点是记载上古重要典章制度的文章 谋为君臣谋言 训为臣见君言 告为君令臣命 事是君王或诸侯的示众词 命是君王的侧命 上书是我国上古时期最高统治者的讲话 以及其他重要历史文件的汇编 以西周时期为主 有少量是殷商时期和东周时期的文献 还有一部分是后代史观的追述和模拟之作 总共58品 上书本来只称书 到汉代被称为上书 意思就是上古之书 又被尊称为书经 相传最初是由孔子整理编定为100篇 有作序一篇 上书保存了上周时期的重要史料 但是文字古奥难读 所以后代为上书做注释的著作非常多 最有名的就是唐代孔永达的《上书正义》 和宋代蔡臣的书籍传 上书是流传历史最为复杂的传世典籍 不仅有金谷文之争 亦有真伪之变 金文上书和古文上书 是西汉的两个主要传本 西汉出存29篇 用历书抄写 称金文上书 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 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上书 用先秦古文字书写 称古文上书 即45篇 金文上书和古文上书 除篇数多少和字体的差异外 并无多大区别 上书文字古傲 截躯坚身 为疏通经文 历代学者纷纷为之作著 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上书版本 品项内容俱佳的 当属南宋两浙东路查研斯课本《上书正义》 2017年 中华传统文化百步经典《上书》出版 言请国内研究该文献的权威学者 前宗武教授担任解读人 点评是本书最为着力之处 既保持了上书基本理念和价值观的相对稳定 又挖掘了上书中蕴含的政治智慧 例如民本、修身、德制、和谐、工程为治、夜广为勤等思想 研究上书 我们可以从相似性中找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 探索出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中华传统文化百步经典编撰项目 既追求学术上的高水准 又力求古为金用 让优秀传统文化贴近现实生活 走进人们心中 最大限度地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